闭关千年睁开眼女徒弟竟然成为天下第一女魔头 即使肉身成圣可出关不到一天就被爱徒踩在脚下 不料曾经乖巧的女徒弟竟会基于她的身子 坚守百年的约定竟然是出关第一天就要被赤干抹尽 月黑风高的夜晚百花派两人正在被人追杀 眼看他们已经被人包围本以为这次会再劫难逃 得罪了女帝还想跑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不料小师妹却气不过忍不住大喊道 我们不过世界你们用天地之力 祭拜一个人类好奇发问一句便遭到你们如此追杀 你们无极宗如此草菅人命分明就是魔教 谁知黑衣女人不但没有任何同情反而反问吧 你可知道你们议论的乃是女帝的师父 文言百花派的两人也是被惊讶的亚麻呆着 只因那位传说中的魔道至尊 哈比仅仅是女帝师父 南方的那位至尊古皇还有王死成的杀手之王都受过他的教诲 你们私自议论魔道至尊已经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话音未落女人已经拔刀扑向两人是必要斩草除根 不料就在这时天空一声巨响一道雷霆直接披露 好巧不巧正好击中山中巨石阻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就在众人处于猛逼状态疑惑是不是地龙翻身时 天空中出现的异象突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此时高空风云汇聚雷霆闪烁形成一道灵力漩涡 突然一道散发恐怖威压的身影出现在山峰之巅 来人正是闭关百年的玄机宗掌门夜神 此时虽然他的修为境界还没能突破成神 但是这散发无尽力量身体已经肉身成圣 此时可以滴血重生的他肉身已经不死无灭 随着他凝聚剑指周围灵气也瞬间开始翻江倒海 而下方才刚刚恢复的众人也再次被打得人仰马翻 只顾着实验全新力量的夜神完全没注意到下方情况 眨眼间无极宗跟百花派的双方人马全被夜神遇伤 无极宗众人更是被重点照顾瞬间伤亡过半 该死对面有高人相互得赶紧回去报告宗主 夜神看着眼前被自己劈成两半的大山内心十分满意 可也就在这时他才刚发现山上似乎有人影闪烁 等烟尘散去身负重伤的百花派两人也被他发现 意识到很有可能闯祸的夜神也瞬间紧张起来 而此时夜神焦急的身影也被两姐妹发现 等到他轻轻落下不小心竟再次踩出一刀裂缝 好在两姐妹凭借优秀出众的肉蛋天赋成功泄力 此时根据两姐妹的描述夜神也对他们同情不已 只是因为言语过失就随便杀人未免也太过罢了 若是我那徒弟乱烟在的话定然不会允许此事发生 小师妹也附和到前辈是好人您的徒弟定然也是好人 可以旁愣神的师姐看着夜神却突然觉得脊背发凉 直到夜神再次离开他才缓缓送出一口气来 看着逐渐远离的夜神背影师姐越想越是后怕 就在小师妹羡慕地看着夜神潇洒一句时 师姐却是全身忍不住地开始疯狂颤抖 小和你忘了追杀我们的女帝名字就是叫乱烟啊 明明是乖巧可爱的蠢萌罗莉背地里 却是见到我秒边病交的饥渴少女 为了第一时间引起我的注意竟直接使用色诱之术 只因一百多年前 我为了哄他开心说了一句想和他永远在一起 他就等了我足足百年 原来百年前夜神付出损耗全身功力的代价击退强敌 但是他本人也因重伤必须闭关百年 尽管小罗莉十分不舍夜神地离开 但为了防止仇人报复他必须消失一段时间 随即下令玄机宗上下必须诚心尽弃砥力磨练 在他闭关拜年期间必须要重振宗门盛况 如今眨眼间百年已过 他也再次来到玄机宗 意外发现短短百年宗门灵山的灵脉竟已经修复 可当他真的走进人群人们见到 他却是如臂蛇蝎 夜神也只顾着欣赏宗门外事的繁荣景象 并没注意到周围奇怪的氛围 可看着手里的牧人却总感觉有一丝丝眼熟 刚想问老板制作这牧人的原形是哪路大神 不料老板看见他这一身装扮立刻慌忙收摊关门歇夜 直到他抬头看见一个跟他穿着一模一样的雕像 才感觉事情似乎有些超出他的掌控了 这贼人故意与神像穿着一致打劫商铺招摇撞骗 还不等夜神解释一众蒙面女子就要强行抓他 此时夜神还没整明白 他穿自己的衣服怎么就不行了 他还想问那个大雕像是什么情况呢 然而间夜神如此不惊 他们也不再废话瞬间动手 瞬间竖根锁链缠绕竟是形成一个八门金锁镇 愣神间夜神就已经被几人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没办法他也只能动用武力震碎这阵法 显然对面几人也没料到金锁镇会被瞬间冲破 可当他们相视点头后 似乎想到什么关键信息 下一秒就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露出白花花的身体 没想到对方会使用色诱术的夜神立刻飞离物饰 只可惜对方竟只是反转衣服又穿戴整齐了 紧接着这些无情杀手竟直接变成礼仪小姐 您就是金锁镇的创始人夜神尊者吧 陛下等您多时了 就这样夜神就被稀里糊涂地带到了关心楼大殿 这时帘子后面有人问到就是你破了金锁镇吗 本以为会大战一场夜神也没多想直接自爆家门 可还不等他把说完从帘子后方瞬间冲出一道人影 百年了我终于盼到您了师父爷儿好想你 看着已经扑到自己身上的链银 他才突然想到哪个只会哭鼻子的黄毛丫头 可感受到这成熟的身体夜神也只能先让他放开自己 不料竟被这癫狂的链银直接拒绝 人家好不容易等您出关 接下来就算死我们也要在一起 明明是乖巧可爱的蠢萌萝背地里 却是见到我秒边病交的饥渴少女 为了第一时间引起我的注意直接使用色诱之术 事情败露后不但不害怕 甚至还想要主动现身 可看着苦等自己百年的爱徒夜神也不忍强行打断 不料他这放纵的态度却直接让链银得寸进尺 下一秒不顾夜神反对就要强行与他双修 夜神也没料到这九转临阵竞争被他学会 徒儿谨遵您的教会砥礼精进神功早已大成 今天过后您与我便能生同免死同学 然而话音未落就见他从大腿根处掏出一把匕首 随着舌尖舔舔过刀刃诡异的魅惑之力散发而出 师父你以后必须给我一个小小的保证 只要切掉这双腿 您就哪也去不了了说完 也不再犹豫立刻挥刀砍了下去 好在夜神此时已经肉身成圣普通刀刃 已经无法破防 链银却不信邪一般还想再砍一刀 无奈夜神只好出言提醒到为师闭关 怎会没有长进 随即也不再废话强行挣脱束缚后 立刻发起反击 就算沧桑百年师父依然还是师父 刚想装一波十三 却发现链银竟完全不做反抗 他那本就不多的衣服 直接就被夜神轰碎大半 百年没有释放的夜神健壮 也不由得怒火攻心 没办法只能一边偷看一边 让他赶快换件衣服 不料这举动 直接让他误会夜神 就只会嘴上功夫 说着百年沧海初心 未便去只字不提两人的约定 文言已经有些遗忘的夜神 也开始回忆起来 许多年前链银 还是个只会扑闹的黄毛丫头 只因练功不小心划破皮肤 就担心再也嫁不出去 为了哄他开心夜神 只好约定两人要永远在一起 万万没想到不经意的无心之言 会被他牢记百年 渐渐的那个爱哭的小丫头 和此时的链银完全重合 充满愧疚的拥抱后 说道对不起师父来迟了 看见夜神已经回忆起来 链银也莫名感动起来 百年来独自维持宗门运转 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依靠 改变宗门名号 原来是为了躲避云涅追杀嘛 谁知链银却根本不关心 反问到那个约定还作数嘛 他也确实说过 要跟世门众人永远在一起的约定 一边感叹时光飞逝 一边答应链银自己不会食言 链银却没料到夜神 竟然真的同意和他永远在一起了 要知道在他看来这就是婚约啊 不等夜神多问链银 已经主动表示要选个黄道吉日 夜神也刚想说 世门相聚的确需要挑个好时候 不料此时有人通报天书已醒 各大宗门已经前往天书城 文言夜神却隐约记得自己 以前曾经亲手写过一本 这天书莫非 就是他闭关之前忘记拿走的那本 天书本就是我宗门之物 如今夜神归为天书自然响应 见状夜神慌忙打断到天书内容 绝不可轻易示人 想起自己在里面记录的荒唐内容 他就一阵后怕 精通天地推演之术的小眼 天竟是一名呆萌妹子 他苦苦等待百年的有缘人终于出现 不料原本清冷境遇的神算子 被我强行推倒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体内 沉寂百年的内丹突然暴走 然而能让他的先天之音内丹暴走的人 就只有他命中注定的双修道旅才行 就在刚刚收到天书的消息 夜神立刻来到天书城 号外号外三年之期 已到天书任主大战再度开启 刚进城夜神就听到许多 关于天书大战的最新消息 可他看着眼前的天书城 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这正是百年前的陆灵城 只是这变化也太大了点 就在这时从他怀中 突然探出一只小纸鹤 宁闭关期间 天书暂存在天书城中 引起纷争不断 那时玄机宗室微开始闭市 已无力将天书收回 只能将天书消息广告天下 分散江湖各派的注意力 文言夜神也不得不感叹 曾经的小丫头真是长大了 可还不等夜神继续发问鸾鸭 又开始留言 师父取回天书 必须立刻返程 绝不许看别的女人 说着眼前的纸鹤 竟真的怒火中烧斑烧了起来 看着眨眼间 被焚烧殆尽的纸鹤夜神 吓得冷汗直冒 就在这时旁边 正在吃面的一名女子 吸引了她的注意 这奇妆一服夜神一眼看去 就不像凡人 想到这她也耐心 询问到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见到出现一美男子 萧乔乔立刻放下碗筷说道 免贵性萧在下 萧乔乔江湖人称 神算子小眼天 精通推演之术 不管是求姻缘 还是不算前程都有问必答 夜神也没多想 她来这本来就是来找东西的 可保险起见 她还是要对一下 天王盖地虎的暗号 不料萧乔乔 却突然感觉有些生气跟无语 完全下意识地回答到你天二百五 文言夜神 却是喜出望外暗号 竟还真的对上了 即使萧乔乔已经生气 开始驱赶夜神离开了 可她却觉得这是暗装 在以退为进反复试探 不等萧乔乔继续发言 夜神直接强行推倒壁东 我摊牌了 我确实是来找天书的 然而突然浑身无力的萧乔乔 却被惊得亚麻呆住了 这种肉身触感如猎人内力 唇厚赛如蜜的感觉 只有她的天命之子 才能引起至阴内丹的暴走 不明所以的夜神 还以为是她力气太大给弄疼了 刚想松开手衣里相待 就被再次拉住 突然脸红的萧乔乔喊道 天王盖地虎我是250 我早已等候多时了 这就带你去找回天书 看着被强行拉走的夜神 抢脚的接应人倍感疑惑 同时天书大会现场 也已经进入最后高潮 夜神本想偷偷带走天书 却是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 可看到摆在擂台上的无字天书 他却越发的平静了 只要你跟我双修 我就帮你取回擂台上的天书 直到此时萧乔乔才发现 夜神已经消失不见 人前是精通天地推演的神算子 背地里却是见到 我秒变扶女的饥渴少女 甚至两人第一次见面萧乔乔 就要和我私奔双修 只因我意外触发了 萧乔乔体内的置音内单 从此便认定了 我就是她命中注定的双修道理 然而此时夜神只顾找回天书 根本不想谈情说爱 眼看她就要拿到天书 可惜最后还是被人发现 她本想趁乱偷偷拿到天书 马上撤退 可这偷偷默默的行为 立刻就引起魏天恒的不满 要知道百年前 玄机宗陷落后大陆纷争不断 原本弱小的厅朝门 却有天才横空出世 打遍天下无敌手 而这位功法体数大成的天才 正是魏天恒 瞬间整合擂台 就多被魏天恒的崩泉气息笼罩 见状萧巧巧 也不再犹豫立刻决定就回夜神 可等燕尘散去众人 才发现夜神竟是完好无损 直到此时 众人也开始怀疑起夜神的身份来 然而本就好斗的魏天恒 不但不怕反而更兴奋了 还不等众人看清 他就再次发起致命反击 只可惜 他面对肉身成胜的夜神 早已注定失败 眼看两次攻击无效 魏天恒也立刻紧张起来 另一边夜神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需要走个舞斗流程 不料他才刚想反击魏天恒 就已经冲到眼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他也是被直接踢飞 好在凭借强大的肉身力量 最终还是稳稳落地 只是双腿 无幸被这股力量 给牢牢扎进了地面 就在他忙着拔腿的时候 魏天恒的攻击再次落下 看你还有勇气上台的份上 我再赏你一脚 下一秒魏天恒 对着被埋在土里的夜神 一阵抹踹 瞬间夜神整个人 就都被碎尸掩埋 魏天恒以为夜神已经死亡 再次盯上新的对手 不料就在这时夜神 竟再次站了起来 眨眼间 完好无损的夜神 给他弹出一个脑瓜崩 下一秒魏天恒剃泪横流 直接被弹出尿湿镜 看似无害的脑瓜崩 竟是瞬间抽空四周空气 紧紧一击魏天恒 就打得昏死过去不知死活 眼看没人再来阻拦 他轻松说到天书我就拿走了 可受到刺激 魏天恒竟然又醒了过来 自知不是对手 他却还不想放弃 只能瞬间发疯 为了提升力量 竟不顾损害 直接生吞混猿猪 下一秒恐怖的雷霆力量 从他身上喷发而出 这强大的气息下 就连天空雷云也开始缓慢汇聚 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敢催化混猿猪引动天雷 最多一炷香后方圆百里 就会被天雷烧成焦土 感受着天雷的力量夜神 也感觉有些麻烦了 随手拨开天雷后 抱怨到这天雷 怎能随意召唤 他闭关百年都没脏的衣服 衣角都被烧焦了 没办法 他也只能稍微认真一点 打断天雷施法 正好可以试试 他此时的肉身强度 忽然头顶两团球形阴影 落下挡住了他的视线 等他反应过来眼前 只剩下一片奶香的绷带 女孩原本是世间 唯一的神算子 精通天地推演之术 人称小眼天 背地里见了我 却是一个饥渴难耐的超级妇女 只因天机一脉 本就是逆天形 留给他抵挡天结的时间 已经不多 如果还是不能找到 命运里的天命之子 他就不得不面临诡异的大恐怖 可天雷之下 万物寂灭萧巧巧 直接昏死过去 就在刚刚面对滚滚 天雷萧巧巧立刻就扑了上来 紧接着 从胸前快速掏出一张传送符 下一秒 就对准夜神脑壳甩了出去 别乱动 这是传送符只能用一次 说着还不忘给自己 也贴了一张开口 天书再好能有命金贵 不料这是一道电弧 闪过传送符 瞬间被焚烧成灰 就在他闭眼认命 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夜神也不再伪装身手 将他搂在怀里 说到傻的是你啊 话音未落蓄力完成的天雷 对着二人狠狠劈下 等烟尘散进天雷焚烧的焦土上 传来政治哀嚎 见状始作俑者 魏天恒不但毫不愧疚 还十分兴奋 我能驾驭天道 天雷天书理应归物 就在这时毫无防备的魏天恒 突然被一颗石子偷袭 毫发无损的夜神 也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能引动天雷伤人 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但是你可以有听到 此处方圆百米哭声震天 仅仅为了一本天书 就是人命如草芥值得吗 谁知已经封魔的魏天恒 二话不说 就再次蓄力攻击 竟是完全不顾下方受伤的无辜群众 见状夜神也不再犹豫 瞬间闪现打断他必须施法 随着强大的肉身力量 从夜神身上散发而出魏天恒 直接就被轻松击飞秒杀 毕竟天书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东西 说着天书上 已经开始闪烁起耀眼的金光 金光大放的同时 这天书的真面目也出现在众人眼前 老朋友好久不见 先来助我一臂之力吧 下一秒运转天书功法 声息觉洒落无尽生命精华 不但天雷因此停止受伤的观众 也都在迅速恢复 而在这天降福泽中夜神 也再次变得普普通通 直到他看见依然昏迷不醒的 萧桥桥伸手试探 才忍不住感叹这个好大 明明心脏在身体左侧摸上去 近一点跳动都没有 没办法 他也只能去找个僻静地方 再趁热急救了 殊不知萧巧巧心脏天生 长在右边早已苏醒 可还不等他离开 就被好奇的幸存者盯上了 这边张自成刚想上去结交一番 就被后方快速跑来的修士打断 不是让你接应女帝的人吗 怎么现在才来 可当他听完修士的汇报 却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下一秒赶忙大喊意识请留步 不等夜神询问他 已经贴上前来开口 您就是九天十地霹雳无敌 纵横四海的无忌摩尊吧 听到这尴尬 且中二的头衔夜神 直接当场实话 下意识就要拒绝承认不料 张自成更快一步扑通就跪下了 久仰前辈大名晚辈 张自成我爹是张空 女孩原本是世间唯一的神算子 精通天地推演之术 人称小眼天 背地里见了我 却是一个饥渴难耐的超级俯女 为了我竟然直接硬抗天雷生死不知 担心弄出人命夜神 也不得不立刻对他展开急救 然而当他伸手试探 才发现胸前竟没有一丝心跳 要想要深入治疗 他只能赶快寻找一处僻静之地 殊不知这一切 不过是萧巧巧自己的伪装 他本想继续假装昏睡偷听 更多秘密消息 不料夜神居然直接请来 神医回春先生 为了避免装睡的秘密暴露 他只好起身躲藏起来 不让回春先生参与治疗 可是夜神越是 躲着他密谋什么 他就越兴奋 说着就从胸前掏出一张追踪符 开始寻找夜神 本女仙的符路 只要给你贴过我就能找到你 说完立刻小心翼翼地 贴在门外准备偷听 可不知怎么屋内 近一点动静也没有 然而谁知他不但不打算放弃 还直接戳破窗户纸 不让听事吧 那我就只好亲眼看看 你们在搞什么 不料映入眼帘的 却是两人正在深情地抚摸着 夜神手指轻轻抚过发光的印记 瞬间就被上面散发的 古老气息所吸引 这印记是家父亲寿 乃是张家的传承象征 文言夜神也是彻底相信 他是曾经的故人之子 四十年前 我继承附近的家主之位 是房间内 除了我与家父外还有一人 你就是下一任天书城主吗 看着很有长寿之相 天书城由您所见小人 不过是替父代行城主 那就长话短说 你除了要看顾天书 还得帮我传的信 在天书认主之时 转告天书之主 拿了天书赶紧去一趟福地 动天又师父 看着张自成如此生动的模仿夜神 也不禁一阵恶心 可从这语气判断 却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这位古皇至尊 正是您的第三弟子洛焉 古皇如今盘踞大陆南部 早已是天下一方霸主 万万没想到资质最差的老三 都混成天下霸主了 可福天动地 不就是当年随手 种植灵药的荒山吗 就在他疑惑 为什么要瞒着烟时 张自成突然就跪了 不等夜神询问 就开始哭诉家父 走火入魔还请前辈 闻言夜神也立刻安慰到你父亲 尽职尽责我不会不管 然而在门外目睹 这一切的萧巧巧 却是瞬间领悟 之所以要把他抛开 两人竟是要搞那段秀之痞 要知道夜神可是他认准的天命道理 不想放弃的他 直接就大喊着破门而入 谁TM要和男人 共用一根想都别想你个大变态 说着就立刻释放昏睡烟雾 打断夜神两人 随着烟雾散尽夜神两人 也被他成功放倒 极品质杨童子生 我当然要独自享受节节 就在这时天书突然滚了出来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竟独自运行发出震震惊光 下一秒 无数散发魅惑之力的少女 从中出现 不等他做出反应 就已经将他给包围起来 完全没料到天书内容的萧乔乔 瞬间玉骨分身 加上被天书缠绕 本就所剩不多的理智立刻消失 紧接着天书掉落 他也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下一秒 直接就坐到了夜神的身上 此时被天书魅惑的萧乔乔明显 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大清早男人突然就被一阵 软乎乎的触感惊醒 直到他睁开眼 才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少女 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 可他还是下意识拉开距离 仔细回忆 才想起萧乔乔当时 突然闯入他就昏死过去 然而还不等他继续回忆 失去理智的萧乔乔再次贴了上来 紧接着仿佛看见什么 山珍海卫疯狂嗅叹起来 这一与常人的感官行为 和这异常兴奋的表情 夜神一时间也有些猛逼 萧乔乔不知怎么对夜神 变得异常清静 下一秒萧乔乔低头的动作 却瞬间让他压麻呆住 他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 连忙伸手阻止 不料被打断的萧乔乔 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十分开心 毫不嫌弃地拿起夜神的手指 就舔了起来 这轻易的动作 竟和家养的宠物狗十分类似 恰好此时 他也发现了被打开的天书 见状他这才对萧乔乔的 异常行为恍然大悟 想到这他也立刻伸出手 对萧乔乔命令起来 只见萧乔乔收到指令 瞬间双眼放光 紧接着整个人 仿佛变成一条小狗 兴奋地跳了起来 果然夜神最不想看到的情况 还是出现 只因天书曾经私下礼 被夜神称为小黄叔 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这个秘密 他只能留下封印 除开夜神之外的人 看一眼天书就会被洗脑成狗 好巧不巧 怎么就被这小弟弟给看见 想到他的救命之恩 夜神也不好见死不救 随即他也不再由于 立刻指挥萧乔乔转身 趴在地上 变狗时间越长越是 难以回复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撞上的是我 你也算是运巧 说着就立刻伸手 抓住萧乔乔后腰开始尸 面对犬魂跟人魂融合的症状 他必须省心结义 要是用普通法术强行攻击 只会伤魂败破重伤灵魂 只有掌握密集单独 把犬魂抽出萧乔乔 才能顺利地安全下车 可犬魂离体 还是对萧乔乔的灵魂 造成巨大冲击 好在有惊无险 他也因此再次陷入昏迷 遭次大难 希望能做个好梦 环解一下吧 眼看萧乔乔 已经进入深度睡眠 彻底松一口气的同时 回收天书 就准备离开 可想到徒弟给自己的留言 他还是十分不紧 趁着两人还在昏睡 他正好趁机离开 不料他才刚转身 准备动身衣角 就被萧乔乔抓住 回头观察才发现 他眉头紧锁明显是做噩梦了 紧接着 还不等夜神强行挣脱 就自言自语起来 师父可不可以 不要留下瞧瞧一个人 最见不得女子哭泣的夜神 只好替他擦干泪水 没办法 他也只能叹气 坐在旁边不再离开 身为人士的夜神 又怎么能留下 孤独的小徒弟呢 他是世间 唯一精通天地推演的神算子 如今却甘愿 嫁给一个男人当牛做马 可他到贴白送换来的 却是被匕首刺穿胸膛 刹那间 他再也坚持不住 留下绝望的泪水 可怜女孩到死 都还在怀疑是自己做得不好 就在刚才被天书影响夜神 不得不带上萧巧巧 可夜神两人的不辞 却让轮烟着急不 这就是你没有找回尊者的理由吗 面对女帝质问台下女子 早已经被吓到颤抖 陛下乃大弟子 尊者怎么会不辞而别 文言越发恐惧的女子 立刻磕头解释道 微臣听闻有位女修 为救尊者陷入昏迷 明显还有后续故事 轮烟也立刻开口免死 据说尊者是为了 给那名女修寻耀 才不辞而别 文言冷漠无情的女帝 今天却出奇地笑了 熟悉女帝性格的人 都知道这个笑容意味着什么 本以为会大发雷霆的鸾 竟再次恢复平静 接下来正会亲自去 请尊者回城 文言侍女下意识地 就想要开口阻止 可当她看见鸾鸾 那冷漠无情的眼神时 直接就被吓得亚麻呆住了 好在鸾鸾 并不是杀立刻反问了有何不 如今就连爱卿 也要替朕当家做主了吗 不料自知理亏的侍女 虽然立刻磕头道歉 但说起最近的天下局势 她还是冒死境界 文言熟知这一切的短烟 也只能无奈叹气 血和老土 呼唤生死境后 随时都可能发动 偷袭冷静下来 她也意识到 她根本就不能躲 无奈她只能宣召 铁和将军下船过来帮她 爱卿接下来需要你替朕 把尊者请回来了 而此时的夜神 还在努力摆脱 萧桥桥的纠缠 要知道 她可是连天书的影艺术都用上 却还是被萧桥桥给跟上来 明明她已经解除 天书影响怎么还这么多 无奈萧桥桥 只能再次把手伸进胸口 来回掏弄 下一秒 就有两张引路符 被她掏了出来 引路符虽然珍贵 可为了找到夜神 也不算浪费 见状夜神 可是瞬间无语 简直是没完没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谈指间 引路符就被烧成灰烬 萧桥桥看见 飞但不觉得可惜反而更兴奋了 前辈您果然还在这附近呢吧 然而回应她的 却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明显萧桥桥 已经有些绝望 这下果算要甩开了 洞天福地 不适合外人进入 只能丢下她了 不料这时身后 传来声音就这么讨厌我 抱歉在天书大会上 我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可我是真心想救您 哪怕生死也要让您活下来 忽然有些好奇的夜神 也想听听她的想法 两人明明无亲无故 萧桥桥桥为什么要拼命就自己了 其实我的生命早已时日无多 但是死之前 我有一桩夙愿 只有您能帮我 您笑我轻贱也好 倒贴白送也好 组织在您点头 同意帮我之前我绝不放弃 仿佛想通什么的 萧桥桥忍不住究竟衣服 请您带上我帮帮我吧 就当我是一条可恋 看着逐渐放弃尊言 放声大扑的萧桥桥 夜神只能无奈叹气 她终究不是无情之人 随即她也不再犹豫 立刻解除天书的影响之术 面对再次出现的夜神 萧桥桥也瞬间大起 只要夜神愿意出手相助 她甘愿做牛做马 心中暗自发誓的同时 她甘眼泪以持尊敬 谢谢谢谢我发誓以后 再也不会等你添乱了 您喜欢狗对吧 不用天书我也可以假扮 看着还在不停学着狗叫 讨好自己的女孩夜神 这才意识到 她差点亲手飞回一个女孩 可就在这时一把匕首 突然插进萧桥桥胸膛 再也绷不住的萧桥桥 瞬间泪流满面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难道还是自己做得不好吗 可这在夜神看来 就是有个女孩 这丫头刚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昏死过去了 就在这时 她突然感觉到 一股阴冷的气息传来 黑云弥骂而过 夜神知道有什么东西要过来了 一个是天生之音内丹的绝佳 卢顶一个是出身 名门大派的神算子鬼神卦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却在小女孩提刀刺穿 女人身体那一刻发生改变 只因神算子 还不等夜神仔细检查 萧桥桥的身体 就被山谷突然出现的 神秘烟雾打断 谁知等烟尘散去出现的 竟是她的女帝徒弟 师父你为何再次不遵守 约定突然不辞而别 不是说好拿回天书 就要反成吗 难道我在师尊眼中 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可看着楚楚可怜的徒弟夜神 却是冷漠无情 紧接着抓住软烟 就立刻发起攻击 刹那间一道紫色流光 把她整个人一分为二 你不是烟 当然是不值一提 不料被劈成两半的人影 竟直接化成最纯粹的天地灵气 死后魂归天地 果然是天地精魅化形而出 虽然只是以修饰激荡 心绪为时的中等精怪 但是却常用幻术伪装 清静之人稀释精气 萧桥桥突然昏迷 估计是已经中招 可奇怪的是 精魅一般没有实体 她刚刚却摸到我了 就在这时刚刚退散的精魅 竟再次出现 已经陷入幻境的萧桥桥 正是她们的最佳目标 眼看就要造成二次伤害夜神 也不再犹豫瞬间发起攻击 然而夜神虽然再一次结印 替她挡住精魅 可她的神情看上去 却是更加痛苦了 很明显她的心神 已经快被精魅彻底侵蚀了 大哥哥大姐姐 要不要来一根糖葫芦呀 可当她回头才发现 她们竟都已经是死人了 顿时沉默起来的她 却并不是因为害怕 反而是觉得生活有些无聊 算了反正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就算有人搭理我也不过是 想让我赶紧去死 在日复一日的追杀下 她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头 就在这时路边一个醉酒女 吸引了她的注意 还不等她询问女人 就主动打起了招呼 习惯杀戮的小女孩 下意识以为漏掉一个火口 随即再次掏出锋利的匕首 准备动手 我明神算子出身 玄机中人送到号鬼神卦 正是你命中注定的师父 表面十分开心的小女孩 笑着答应 却在女人靠近的一瞬间 掏出匕首刺穿了她的身体 直到此时小女孩 才露出那极度厌恶的眼神 只因打着师徒名号 把她拖进单房的人 实在太多了 所有人都想把她挖心 刨腹炼制成无上灵丹 小小年纪 就因为天生之因内丹 成为最佳颅顶 为了不老不死 竟完全不顾理 一连耻天道人伦 我求过你们的 我求过你们的 边哭边挥刀的小女孩 直到精疲力竭才停下来 她不知道大家 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她呢 忽然伴随腹部 一阵脚痛一口黑血 被吐了出来 早已经不堪重负的内丹 也开始反噬她的身体 不曾知道 唐葫芦滋味的人生 终于要结束了吗 然而 就在这时失去气息的女人 竟再次活了过来 在萧乔乔震惊的目光中 女人已经开始给她肚气 尽管女人也已经受伤 可还是选择先就萧乔乔 从未被人真正关心过的 萧乔乔瞬间泪流满面 不知发生什么的女人 也立刻手足无措起来 萧乔乔哽咽咽着 问道我还可以活下去吗 健壮女人也笑着说到废话 不但能活还能好好地活 自此从没吃过的糖葫芦她 带着她吃过了 并向她承诺师父 要保护她一辈子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师父 竟被人再次刺穿身体 师父别怕 只要我找到圣体双修 一定可以替你补足寿员 她本是男人随手捡回来的爱哭鬼 如今却成了所有人 都闻风丧胆的女帝大魔头 只因男人曾与女徒弟定下约定 等她长大后 就会永远和她在一起 可如今夜神不但不履行约定 甚至直接一刀刺穿女人的身体 随即女人的身体 竟直接化为一道粉红妖气 原来那看似楚楚可怜的样子 不过是精魅妖怪 用幻术伪装制造的幻境 而趁着夜神思考的空挡精魅 也再次复活 刹那间周围空气 都开始弥漫一股欲望之火 还不等夜神多做思考 就再次主动贴了上去 顿时夜神整个人 就都被埋在了温柔箱里 眼看夜神没有反应下意识 就以为她已经中招随即 更是摆出各种姿势 极尽魅惑 毕竟人非圣贤 熟能没有人心欲望 然而就在她沾沾自喜 自以为稳操胜券时 殊不知夜神 就是世间唯一的圣人 这些低级魅惑 根本没能对她造成伤害 直到此时精魅才意识到不对劲 可随着她气势的爆发 所有幻想都被瞬间震碎 然而不死心的精魅 却还想着魅惑夜神 眼看一个步行 竟又开始夸赞夜神的优点 可是杀不进展不绝的 然而话音未落 她就感觉到一股热感 从下腹升起 原来不知何时 她再次被夜神抓住狱卒 裸露的欢喜学 也正在被疯狂按压 而所谓欢喜学 也正是能带来快感体验的学道 看着越发失态的精魅 开口到要出来了对吧 随着本体 被夜神逼出精魅 竟才想起求饶 一时间配合那越发虚弱的身体 竟还真有九分相似 然而 这对于圣人夜神来说 却是毫无作用 今日我若放你离开 不知还会有多少受害者 闻言精魅 再也压制不住的嚎啕大哭起来 殊不知当她假冒 蓝烟出现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死亡 也而当年 可是为了守护棕门刮骨 剃经整整一个月 这样善良正直的她 又怎会为了一己私欲出卖色相 而你不过是一只 被情欲驱使的可悲妖物 就算侥幸窃取他人记忆 也始终是假冒罢了 区区小妖 还敢践踏 嘲笑人类感情 说着精魅核心 此刻也全部被她抓在手上 随即也不再废话 瞬间捏碎精魅核心 刹那间烈火 从生精魅再也无力 维持那美丽的外表 破防的精魅逃跑 还不忘诅咒夜神 一辈子单身狗 而她只要夺射 沉迷幻境的萧巧巧 就可以重来一次 修行千年 她早已经夺射别人无数遍 就在她以为这次也能成功时 突然就被一分为二 甚至夜神也没能提前 发现这道剑光 仔细观察一把燃血的利剑 已经插在了地上 这时在她震惊疑惑的目光中 身材高大的女战士 已经拔弃宝剑 还不等夜神询问 就默然道尊者 真是让我好找啊 女人明明表面 是无恶不作的女帝大魔头 背地里却跟人同时修炼志英内丹 志英一旦练成灵溪通 就可以共享修为共享视野 也多亏烟 那万年一见的赤红灵胎夜神 才没有认错 然而这一次 她却不打算放过夜神 师父您往后退个什么劲啊 和精美玩得太开心 望望回城也是情有可原吗 闻言顿感尴尬的夜神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偏偏目击者 还是她最亲近的女徒弟 好在她凭借圣人修为 倒也没有被精美迷惑 勉强在徒弟面前 保住了师尊威严 可当听见夜儿 更多诉求时 她却泛起了难 自觉是有蹊跷 她也只能坐下来仔细求证 不料原因 竟然是她一开始就认错了人 可夜儿 却是深知自家师尊的性格反问道 就算师父误会了可萧巧巧 却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还要跟着你 不得已夜神才说 此事确实有隐情 听到这里夜儿 反而越发好奇起来 到底是什么事 居然还能难住圣人大能 随即开口埋怨道 师父侠肝一胆 就是爱多管闲事 殊不知她的假装 早已被夜神给看穿 夜儿 你难道就不喜欢多管闲事吗 没人知道 人人喊打的女帝大魔头 居然也是别人 黑暗世界散发光芒的救世主 不料夜儿去赌气式的开口说道 既然人人都说 我是女魔头 那正好就好好做一个 无恶不作的女魔头 毕竟解决是 哪有解决人来得快 可她越是装作不在意夜神 就越是心疼 在夜儿震惊的目光中 夜神却越发认真起来 如果真是如你所说 那这丫头早该死了无数 她既然还活着呢 夜儿也是想帮她的吧 师父知道的夜儿 其实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 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吧 如今我回来了 你可以放心地做自己了 哪怕天塌下来 也有师父给你顶着 可已经习惯伪装的夜儿 一时间还是不好意思 尽管内心十分感动 却还是恶狠狠地表示下不为例 不然的话 我可真的要把您的双腿给砍掉了 说着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正是被换走的灵台 已经重新归位 睁开眼 就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人 目睹全过程的夏淳 却是无条件站位女帝 就算陛下原谅你了 我夏淳可没有原谅你 眼看夏淳变了回来 夜神也不再犹豫 打算喊醒萧桥桥 可还不等她真的靠近检查萧桥桥 就被夏淳抢先一步拦到身后 她可是收到女帝密令 绝不允许夜神碰别的女人 直接开口 放开那女孩让我来 这是怕事由不得你了 不同意也得比你 她是一心只为修炼的绝情仙子 如今却甘愿嫁给一个陌生男人 做牛做马 可她到贴白送换来的 却是被匕首刺穿胸膛 刹那间再也坚持不住的 检查就有无数手掌突然出现 明显萧桥桥的心神 已经被精魅彻底侵蚀 当务之急 就是必须赶快找回她的意识 不料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然飞过 定睛看去才发现 夏淳竟已经抢先骑到了萧桥桥的身上 本以为伴手人会有一些独特方法 谁知下一秒 竟直接撕开了萧桥桥的衣服 无奈夜神也只好出言阻止 毕竟一个正常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 于是她一边无脸一边后退 就要借机离开 想来有夏淳照看萧桥桥 也就不用她操心了 可还不等她跑远 就被一把飞剑拦住去路 尊者觉得非礼物诗 背身闭眼就是了 但绝不可离开我的视线 闻言夜神也只好收起 开溜的心思原地等待 然而精魅 进入内单轻视灵胎 实在是不好办 夏淳决定先用保守一些的方式治疗 毕竟要是用法术修补 内单通常都会留下后遗症 想到这她倒也想看看 什么是保守治疗 可偷瞄观察 她才发现夏淳竟也开始脱衣服 大惊之下夜神立刻开始默念非礼物诗 可听着身后越发奇怪的虎狼之词 她也只能感叹 长夜慢慢无心睡眠 直到两分半后夏淳才终于站起身来 而萧桥乔看样子待会也能苏醒 可在一旁等待的夜神 却是突然身心俱疲 不知怎么静莫名憔悴了许多 还以为是就伤发作夏淳 也立刻开口询问 可夜神却只能用尴尬的笑声 掩饰内心的慌乱 总不能说累成这样 都是那奇怪声音害的吧 于是借口找点吃的 就想要再次离开 谁知夏淳竟然已经 避古三年多了不吃饭 随即不等夜神多说 直接拒绝她的所有请求 眼看所有一般借口已然行不通 她也索性豁出去 立刻表示想要出宫 可回应她的却是 只有一块孤零零的木板 已经前驢技穷的夜神 却是直接傻眼 没想到就算是想要出宫 也不能摆脱夏淳 她虽然是喜欢狗 但这一款一点也不可爱 雨修元气大伤苏醒后 还需要用灵药滋补 如今天色一晚不变寻物 不如休息一晚天亮后 再去采药 闻言夜神双眼 也是重新焕发光彩 如此天字良机 这次说什么也要抓住 于是来到夏淳身后 拍了拍肩膀说道 你尽管休息 我守着你俩 谁知夏淳想也没想 就要再次拒绝 不料就在这时 突然一股困意袭来 整个人瞬间 失去所有力气后 扑通一下就猛地摔倒了 好不容易找到理由 夜神毫不犹豫地 点了她的睡学 刚刚恢复的萧乔乔 也偷偷观察起来 这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在向男人拜师 希望她收自己为徒后 自己竟然直接昏死过去 再次睁眼时 不但衣服都被脱了下来 就连夏淳附近 也还有些酸胀的感觉 紧接着脑海浮现出 越来越多不属于她的记忆 恍惚间总感觉 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时 前方一道声音 传来打断思绪 抬头看去萧乔乔 才发现到对方 竟然是白发兽耳 居然是女帝 麾下战将夏淳 同时两人一起昏迷的记忆 也是瞬间出现 原来夜神为了摆脱二人 竟直接迷晕他们 随即萧乔乔也是 从夏淳口中 得知自己被金怪附身 听到这里 她更加确定 自己在夜神的帮助下 才恢复过来 见状夏淳虽然感觉有些疑惑 但却还是懒得多做解释 还不等萧乔乔继续询问 就要转身离开 不料萧乔乔 却是不依不饶 也想跟着一起去 文言刚才还沉默寡言的夏淳 瞬间一脸严肃地抓住她 谁知萧乔乔不但不害怕 反而表示为了报恩 她只能以身相许 这一次夏淳也没有反驳 毕竟她才是萧乔乔的恩人 顿时刚才脑补出来的精彩画面 开始模糊 难道说这一切 都是因为魔晶秘法 一时间 她根本无法接受百合的结果 然而夏淳却是懒得废话 顿时一股强大灵力 覆盖全身 下一秒一道阵法结界 照萧乔乔乔 老老实实待在阵法里面 就能护得周全 说着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 为了女帝陛下 她必须把夜神找回来 可她却还是不明白 女帝为什么看上了夜神 世人都称呼女帝为大魔头 可只有她知道女帝的温柔 明明自己未焉 而付出了那么多味蜃 然而就在这时背后 一道声音传来 回头才发现 萧乔乔居然从阵法里跑出来了 隐约还能看见一张灵符 正在缓缓燃烧 大惊之下一时间 她也没能看清萧巧巧的实力 将军误会了 我可不喜欢夜神 我只是缠她的身子 大愁未报 她不可能只顾自己花钱月下 将军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如果有那你就能理解我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夜神 已经来到目的地 也就是外界传说中的伏地洞天 只有她知道 这以前不过是 她培养徒弟的荒山而已 没想到曾经的小徒弟 如今竟然已经成为一代古皇 天赋资质最差的老三都 混成了一方霸主 想到这里 她也开始好奇 曾经的小女孩 如今是否变得更漂亮了 她本是男人路边捡来的小乞丐 如今竟成为天下第一女魔头 为了哄小女孩开心快乐 男人不得已答应她要永远在一起 可万万没想到意外发生的如此突然 记忆中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如今竟然成为天下第一古皇 洛洛喜欢师父 也喜欢师父想做的事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把这里变成世外桃源 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曾经的记忆也不断浮现 与此同时 另一边紧追不舍的萧巧巧二人 还没发现前方只是一个分身 不料下一秒萧巧巧 却直接强行推倒夏淳 不明所以的夏淳刚想开口 询问就被萧巧巧直接堵上嘴巴 只见萧巧巧一脸严肃地说道 将军这种时候 千万不要出声造成心里阴影的话 会一辈子抬不起头的 文言夏淳却是瞬间暴怒 难道救人由他如此作为吗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毕竟是女帝陛下的白月光 没想到为了谢玉就连一棵树都不放过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大将军 也是忍不住感叹人心不补 突然身旁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回头观察 才发现萧巧巧定突然开始脱衣服 剑状夏淳也是立刻抓住 他身上紧剩的布料 俗话说的好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这旺盛的地狱邪火 就让我去浇灭吧 没办法夏淳只能开始全力压制萧巧巧 另一边夜神也已经进入洞天福地 想到老三的性格 他也是忍不住期待 看见被夸得落落 谁料下一秒前方 就出现一条大猫蛇 还不等夜神完全靠近 就已经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 见状懒得废话的夜神抬手 就秒杀了大猫蛇 随即挥起拳头猛地砸向地面 刹那间镜面破碎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山谷 出现在他的眼前 对此早有预料的夜神毫不意外 闹够了没有 话音未落四周刮起一阵 灵力风暴一道人影在里面缓缓成形 眨眼间人影睁开双眼 果然是他的三徒弟洛洛 这山洞里的景象 都是你用原因造出来的幻境吧 看来洛洛修为颇有长进啊 唯一的缺点 就是还是改不了爱恶作剧的毛病啊 文言心情大好的洛洛也是抬起夜神 就往脸上来回蹭了起来 直到夜神重新开始询问他 也好奇到底是什么事非要原因出窍 听到这里洛洛也是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毕竟他不是原因出窍 而是只剩下原因了 因为洛洛已经死掉了 说着还不忘露出一个可爱的笑容 他本是男人路边捡来的小乞丐 多年后却成为天下第一女魔头 然而只因守护一个永远在一起的承诺 他竟不惜付出生命 也要等待男人的到来 文言夜神也是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下一秒时间似乎都陷入禁止 只剩下暴怒的夜神还在说话 见状洛洛心中窃喜的同时 却不想师父为他伤心 师父先稍安勿躁啊 毕竟这个局面是我自己选的 话因为洛无数记忆 被他一股脑灌输进夜神的脑海之中 原来就在夜神闭关的时候 宗门屡次陷入灭门危机 好在洛洛配合大师姐 这才有惊无险地度过危机 洛洛如今宗门危机解除 为什么非走不可呢 还不是因为师姐管得太多 不准吃糖还不准熬夜 都说师姐如扫可依 我看你都能当我亲娘了 说完心意已觉得洛洛 也正是脱离宗门 况且我也有看护宗门的职责 师姐也该休息一下了 你要是成了黄脸婆等师父 回来偏爱的可就是我了 文言刚刚还有些感动的 爷儿立刻暴怒 可惜早有准备的洛洛 不可能被她抓住 她不敢说这次的敌人 实在太强 甚至已经是生死境界的 自己都毫无胜算 我不想再看到 那样无助的师姐了 我已经不是那个 只能被师姐保护的小女孩了 画面一转洛洛 已经独自一人找到邪佛 只可惜强大的实力差距 还是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身体被灭 她只能借助蛊虫护住原因 才勉强逃出 说实在的要是师父 再不来我这原因 也快要守不住了 好在师父 您还是来得到也不算太晚 看完这段记忆夜神 反而立刻平静下来 洛洛乖师父 很快就帮你重塑 肉身至于材料 就用那幕后非常敌 文言洛洛也是心中意暖 尽管她还是觉得 这已经不可能了 别看现在我只剩下原因 但好歹也是生死境界一层的修士哦 不知不觉洛洛的修为 竟然比夜神都高了 斗气大陆修炼境界 只有六大境界 而她虽然已经肉身成圣 但修为境界 却还只有素神境界 上一次看烟 也不过是素神境 就已经均临天下 没想到已经生死 进一层的洛洛还是输了 似乎是看出夜神的担忧 洛洛立刻表示 当初邪佛恐怕已经生死近四层 此刻还没有破镜的师尊 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毕竟肉身成圣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然而对于夜神自信的样子 洛洛倒也没有任何意外 记忆中师父 不管面对什么 一直都是充满自信 好在洛洛也没想过 劝解夜神放弃 随即一颗散发 无尽灵力的灵丹 被她吐了出来 这没灵丹 可以帮助师尊突破生死 境界胜算也能高一些 文言夜神 却是再次变得沉默起来 要知道炼丹术夜神 比洛洛可强大太多了 这没丹药是你用 原音炼制出来的吧 短暂施神后 洛洛也是瞬间破防 忍不住大笑起来 果然师父就是师父 洛洛认输了 破镜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乖乖等着吧 不料下一秒 一只灵力手掌 贯穿夜神的身体 抓到师父的破绽了 紧接着强大的原音之力 迅速冲进夜神的身体 随即不顾夜神的反对 洛洛强行催化破镜丹药 师父替我向师姐问好 洛洛最喜欢你们了 她是世间 唯一精通天地推演的神算子 如今却甘愿 嫁给一个男人当牛做马 就在刚刚洛洛不顾夜神的反对 强行陷进原音之力 顿时一股强大的灵力 从她的身体里爆发而出 而随着原音之力的消失 洞天伏地也开始动摇起来 明显动天伏地 也是依靠原音之力 才勉强保留 好在夜神早已肉身成圣 及时护诸洛洛一缕残魂 随即她也是毫不犹豫地 召唤出天书之力 天书能够滋养魂魄 洛洛在里面倒也不至于魂飞魄散 洛洛 你不是最喜欢游山玩水吗 如今倒是正好可以陪师父散散步 话音位落如冤如玉的黑色煞气 瞬间笼罩天空 而这强烈的震动 就连萧巧巧二人也发现异常 紧接着正在发泄的分身 也瞬间爆炸 意识到上当受骗的夏淳 也立刻紧张起来 要不是她从军多年 此刻都想要转身逃命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怪异的声音 回头观察才发现 萧巧巧不知怎么进 突然开始浑身颤抖 现状不明 所以的夏淳立刻上前询问 可只有萧巧巧知道 能让太阴圣体产生反应的 只能是太阳圣体 此刻明显就是和欢双修的最佳时机 是还有精怪残留在你体内作乱吗 文言从未感受过 关心的萧巧巧也感到有些意外 想到女帝的安排 也许夏淳也只是担心任务失败吧 然而刘备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这一次必须要完成和欢双修 下一秒 趁着夏淳不注意眨眼间 一道阵法瞬间升起 她是万年难遇的太阳圣体 只要顺利双修 就能炼制超级寿元丹 可还不等萧巧巧说完眼前的阵法 就被瞬间击破 毕竟夏淳可是实打实的战斗将军 若你安分守己 我不会管你 但你要是一意孤行 那就另当别论了 话又说回来 虽然你嘴上大意里然 但是最后却还不是要依靠别人 听到这里萧巧巧的脸色也是一遍再遍 最后更是不惜徒手抓住刀刃警告夏淳 我废柴无用这根师傅有何相干 下一秒 比刚才强大数倍的阵法再次出现 下意识的夏淳就要再次强行破阵 然而早有预料的萧巧巧 又怎会在原地跌倒两次 紧接着一枚阵法印记出现在夏淳胸口之上 天罗地网一旦开启生死境界之下 就没有人能够破阵 自知不是对手的萧巧巧 也只能悄悄步下阵法 说完就投也不回地向着夜神的方向飞去 无论方法过程多么下三滥 他也必须给师父续命 这么想就对了 突然诡异邪佛出现在他的脑海 原本自信满满的萧巧巧也瞬间慌乱起来 可邪佛却不管他的反应自顾自的说道 如今你甘愿献身炼丹无心甚畏 正好你附近就有一个生死境界的药引子 快快给我取回来吧 不料就在这时夜神及时赶到 我就是那个你要找的生死境界的太阳圣体 他是世间唯一精通天地推演的神算子 如今却被狱外邪佛强行抽魂炼破替他补挂 可怜神算子推算天机到最后自己却是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眼看萧巧巧就要被邪佛当成炉顶的时候 夜神追踪落落记忆中的气息及时赶到 瞬间他就认出邪佛 就是杀死落落的幕后黑手 与此同时狱外邪佛也是对夜神的身体越发满意 小小生死境界一层 竟然就能察觉到我的存在是个上好的药引子 只可惜还不等他说完夜神 就率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 要知道自从他肉身成圣以来 还没有人能让他全力出手 今天他倒是也想看他这所谓的狱外邪佛是个什么水平 下一秒强横的灵力风暴席卷四周 仅仅是二人的战斗余波都让萧巧巧差点破防 甚至邪佛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投影 居然会受到攻击 邪佛就是你害死了落落 一拳下去夜神也是越发的强大起来 然而不服气的狱外邪佛 却是不管不顾瞬间喷出一道火焰 大胆无奈悲喜严佛称号之高之尊 同时嘴里说着手上还不忘继续发起攻击 只见邪佛双手合十 直接把夜神拍在两手之间 就算是生死境界一层 可也不过是肉体凡胎能让我显性两分也算你的本事了 不料一道金光闪现邪佛的巨大手掌更是瞬间爆炸 夜神不但没有丝毫受伤气势反而越发的强大起来 不过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说到底你还是不敢真身降临 短暂试探夜神已经知道邪佛的实力 随即他也是不再犹豫全力出手就要结束战斗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身后原地也只剩下了夜神一人 所谓欲外邪佛在夜神手里竟然直接就被秒杀 直到此时邪佛也是回忆起一些东西 落落虽然原因逃走但注定无法凝聚肉身 他死前居然还在念叨着师父什么的 闻言夜神却是不再发怒直接捏爆这一缕残魂 放最狠的话跑最快的路你也就这点出去了 好在这一趟也不是毫无收获 说着他立刻盯上了萧乔乔 欲外邪佛无缘无故绝不会藏在萧乔乔的身上 可夏淳却不理解夜神为什么要放过萧乔乔 这女人可是敌人的戏作一路尾随 根本就是心怀不轨 殊不知夜神看着萧乔乔竟然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你和神算子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气息 闻言萧乔乔也是越发疑惑起来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师父的名字 闻言就连夏淳也是感到有些意外 你居然是神算子的徒弟 夜神尊者是神算子殿下的师父 闻言萧乔乔瞬间就被震惊到亚麻呆主 没想到师父的师父居然是传说中的魔道至尊 我还以为会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呢 阿蒜把护心真气送给了你 那他自己怕是成了凡人了吧 听到这里萧乔乔再次变得自责起来 毕竟师父作为神算子想要逃走十分容易 可偏偏因为他师父才被邪佛强行抽魂炼破 他要师父替他问卦天地要如何清零大陆 尽管师父不愿可还是被邪佛用邪术困在无间炼语 每次补卦佛都会让我为他收集寿元丹 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勉强为师父续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对寿元丹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如今他想要一千年的寿元丹 我只能找太阳圣体进行和欢双修才能炼语 只因邪佛不在五行之中 如今投影被灭就算有了寿元丹 我也回不去了 闻言夜神瞬间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感 别哭了我有办法让你回去 他明明是拯救世界的魔盗女帝 可在夜神面前依然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女孩 陛下微诚刚刚为了救人早已耗光修为 闻言女帝也是立刻察觉到下沉的异常 路途本就不远按理说早就该回来了才对 尊者说南岸有一种名为彼岸的花十分美丽 此花生长于地底龙渊难以入手 但与陛下实在相配 用来点缀大婚实在是再适合不过 随即脑海中传来女帝不敢相信的声音 林林发誓不对她说谎的可终究还是破功了 但如今血和老祖虎士单单绝对不能让她分心 神算子殿下的事情只能让尊者处理了 毕竟她也说已经有办法了 刚才一战我在邪佛投影上留下标记 她已经无处可躲 可邪佛应该是五行之外的东西吧 就算找到邪佛的藏身地点 可他们也去不了五行之外 五行之外也正是无形无我无欲无追无形的混沌地带 萧乔乔曾经进入五行也是凭借邪佛气息引导 可如今邪佛气息被灭他们已经进不去了 就在下沉想要继续寻找其他办法的时候 无数道金光瞬间包裹着她的身体 只见越来越多的金光从夜神身上发出连接到她和萧乔乔的身上 万万没想到夜神竟然还能操控他们的气脉 眨眼间两人气脉逆行体内周天也跟着混乱起来 就在萧乔乔疑惑不解时夜神也立刻收回金光准备完成 气脉连接五行混乱了气脉走向自然也就不再连接五行 文言两人瞬间就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毕竟这跟仙人逆天改命毫无分别了 然而时间紧迫他们也来不及多做询问就要出发 事不宜迟师傅每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威胁 与此同时五行之外邪佛也已经回到混沌之中 突然邪佛挥舞拳头猛地砸向地面 可惜那个不属于他的气息依旧牢牢附着在他的身上 万万没想到夜神竟然还敢在他身上留下标记 可还不等他多做反应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大惊之下回头才发现夜神竟然已经追了上来 怪不得跑这么快原来是你喜欢在这乱葬岗发烂发臭 文言邪佛虽然表面镇定内心却还是有些意外 可这里毕竟是他的主场此刻反而更加的自信起来 在他眼中夜神也不过是一个上好的药影子 见状夜神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不想立刻翻脸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只能先拖延时间 面对邪佛攻击他也主要是闪躲防御 可这一切在邪佛看来却是夜神已经被他压制 随即就要张嘴生吞了夜神 殊不知夜神一边战斗一边还在为两人担心 他本是世间唯一的神算子 如今却被狱外邪魔强行抓住抽魂炼破 得知这一消息夜神反而越发地冷静下来 随即他也不再犹豫说出心中的担忧 邪佛为了受缘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可阿蒜在他手中我始终有所顾忌 好在夏淳还算冷静地开口 尊者需要我们做什么 闻言夜神直接说出缤纷两路的计划 也只有他来牵制邪佛才有可能就出阿蒜 只是夜神不在身边守护他们的处境也会十分危险 原来为了进入五行之外 他们的气脉紊乱 这也意味着二人已经无法再使用法术 谁料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萧巧巧直接打断 只见他抬起头露出坚定的眼神开口 师祖我愿意试一试生死不论 听到这里就连夏淳也是没想到 他竟然还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 闻言夜神也是不再由于立刻开始施法进入五行之外 刹那间无数金光环绕包裹住二人的身体 并且从中衍生出两片惊艳 事成之后吹响这枚叶片 我会立刻结束战斗跟你们会合 话音未落一切准备就绪的三人 在夜神的带领下一同进入五行之外 随即萧巧巧二人就被传送到一片沼泽地里 萧巧巧凭借曾经的记忆 正在一点点接近关押神算子的地方 毕竟为了这一刻 他早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千百回了 就在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道诡异的声音 早有预料的萧巧巧立刻伸手拦住夏淳的同时摒弃凝神 只见前方一颗类似巨大眼球一样的生物 正在扫尸四方 见状夏淳也是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通天倒是邪佛留在这里的博物 一旦被他看见瞬间就会失骨 文言刚想动手的夏淳立刻压下心中的想法 夏淳虽然自信杀他不难可一旦惊动邪佛 反而会影响后续的计划 不料还不等他多多思考 萧巧巧就已经开始倒计时 而随着倒计时结束 萧巧巧也再次松出一口气来 只因那巨大的眼球竟突然闭上了眼睛 随即萧巧巧也不再犹豫 一马当先的冲出眼体快速通过 记忆中这眼球每隔30分钟就会闭眼休息 这就是他们的机会 就这样看似无解的路口 被萧巧巧找到漏洞安全通过 还不等夏淳松一口气 后方越来越多的陷阱被萧巧巧破碟 此刻夏淳完全不敢想象萧巧巧 到底踩过多少陷阱 才总结出所有的规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只为救出自己的师父 倘若换成是我能像他一样隐忍 坚持这么长时间吗 抬手打碎路边小怪后 夏淳也是越发佩服萧巧巧 所幸尽管路程坎坷然 他们还是来到了目的地 下一秒萧巧巧就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看着被铁链锁住的师父 他再也压不住内心的躁动 为了这一天 他不知已经苦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邪佛自认无人可以通过陷阱来到这里 所以这里已经安全了 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夏淳 却察觉到一丝异常气味 能引起他嗅觉的预警 这里面一定有萧巧巧不知道的威胁 仔细观察才发现 神算子身上竟然被缠绕了大量的断魂丝 他不但能够把施法者 跟受害者的灵魂连接在一起 而且一旦断魂丝断了受害者的死亡 也会立刻引起施法者的注意 闻言萧巧巧内心刚刚升起了希望之后 瞬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他从没想过到了这里会就不了师父 一时间再次自责起来 见状下唇 也不再由于立刻拿出一块玉佩解释起来 这是生死服遇到必死之局 可以当成替身以假万真 断魂丝只认识施法者 而不认识受害者 只要把受害者的头发当成媒介 就能让生死服代替神算子殿下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邪佛 也是察觉到一丝异常 然而断魂丝始终没有断开连接 让他下意识地以为那是一个错觉 不料因为这一瞬间的施神 他再次被夜神打烂身体 担心二人安危的夜神 只能连续攻击吸引邪佛的注意 而邪佛也是立刻收回 对断魂丝的关注开始全力应对夜神 尽管身体被多次打爆 可在五行之外 他的力量源源不断 反观夜神在这里无法吸收灵气 只能是越来越弱 按理说 只要拖的时间够长 他一定能耗死夜神 夜神最后的结果 也只能是成为他进化的养药 不料就在这时远处 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声音 还不等邪佛多做反应夜神 就已经再次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上一秒 还是将要筋疲力尽的夜神 此刻竟奇迹般地再次站了起来 老子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狠狠揍你一顿了 来了来了 夜神终于全力出手抱揍邪佛 就在刚刚萧巧巧二人吹响惊叶子 眨眼间 这刚至阳的太阳之气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见状邪佛也是忍不住兴奋起来 随即再次抓住他大喊道 吴一定要吃下你 于是邪佛也不再犹豫一口咬了上去 要知道 就算是生死境巅峰的大能 也挡不住他的吞噬 可还不等他高兴两秒就发现自己咬不动 见状夜神也是立刻反问 你刮杀呢 随即抬手蓄力一拳狠狠砸向邪佛 直到此刻邪佛才意识到夜神已经肉身成圣 可惜还不等他求饶就再次被夜神打爆身体 这还没完夜神就再次冲向邪佛 顿时一股强大的生机活力覆盖邪佛 原本处在五行之外 无相无形的邪佛 被夜神强行生成一具身体 很快邪佛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说到底他本就不属于五行生命这样下去 谁料这时突然无数道金光死死缠绕住他的身体 好不容易送给你的身体跑这么快干嘛 要知道你我之间的缘分可还没有完呢 见状邪佛也是人生第一次被吓到冷汗直冒 可紧接着他的胳膊就被斩断 要说折磨的快感 还是需要一具身体才更有感觉啊 毕竟这种全权到肉的手感才刺激嘛 有了肉身你应该也很高兴吧 还摆个臭脸做什么呢 说着故作生气的发出一道金光 把邪佛嘴巴给缝了起来 如此难看的身体也确实需要好好修理一下 闻言张不开嘴的邪佛早已经是泪流满面 看着越发兴奋的夜神 他已经开始后悔招惹夜神 这腿带着你祸害一方不好 这头让你歹念四起不好 很快随着每一道金光闪现邪佛就被砍断一截身体 就这样眨眼间邪佛彻底变成一根人棍 就在这时不服输的邪佛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对此早有预料的邪佛瞬间启动断魂丝 只要夺射神算子的身体 他不信夜神还会这样肆无忌惮地折磨他 可等烟尘散去出现的却不是神算子而是一块玉佩 见状夜神也是松出一口气来 就直接嘲笑起来 随即还不等他多做反应身体 就被一道绿色能量包裹 紧接着邪佛本该加速消散的身体竟突然开始愈合 只见夜神手中发动天书之力开始修复邪佛 不是有我在这里吗 说好的给你修理 在我满意之前是不可能让你死的 小女孩天生至阴内丹 从小就被人当成双修炉顶 一直都是一个人的她每天都在死亡边缘挣扎 直到有一天本该被他杀死的人突然复活 不但没有向他报仇法 还带他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糖葫芦 就在这时萧巧巧二人带着神算子赶来跟夜神会合 可还不等夜神回话二人 就被震惊到说不出话 原本无法无天的狱外邪佛 此刻竟被折磨得早已不成人形 然而夜神却还像往常一样毫发无伤 多亏将军帮忙师父 只是陷入昏迷并无大碍 见状下唇却是有些好奇 尊者邪佛是死了吗 文言不等夜神回话萧巧巧 却是瞬间大喊起来 他害我师父求生不得求死 不能至少也要把他大卸八块熬丹炼药 文言夜神不过轻蔑一笑 即便如此也还是太便宜他了 我虽然把他囚禁在这里 但却是下了一个肉身重铸的阻 这样他的身体 就会一直处在破灭与重铸的痛恶中直到勇武 文言就连苦大仇深的萧巧巧 也不得不佩服夜神的手动 然而夏淳却知道解气 不过只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邪佛再也没有机会 五分五星之外 仔细想想似乎 孙哲早就把这一切都寄存在内 他也是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夜神的强大 于是他也不再犹豫 立刻把神算子放下来 阿蒜的身体能在五分之外 留存是因为被邪佛气息包裹 现在邪佛气息消散 必须替阿蒜逆乱其脉 同时他的灵根为阴性无我相冲 只能暂时保命来说 听到这里萧巧巧 似乎已经做出决定 师祖的灵根也是阴性 可以移植给师父 文言夏淳也没想到 想过自己也会有救人的一天 更别说这个人 恰恰是对他最重要的师父 似乎是佩服他敢于主动献身夜神 也完全没有反对 随即无数金光 包裹住萧巧巧的身体 但受着身体生机的刘氏 萧巧巧觉得这个结局 对他也还算完美 可不知过去多久 再次睁眼他竟然还好好的活着 原来如果让别人操作 他确实是必死无疑 可如果是夜神想要留他一命 简直不要太简单 唯一的缺点就是再也无法修炼了 不料还不等 他说完萧巧巧整个人 突然就扑了上来抱住了他 毕竟就算他不怕死 可真的不用去死 他还是忍不住高兴起来 只可惜夜神已经知道 两人的关系 更加拒绝萧巧巧的靠近 随即在夜神的带领下 几人再次返回现实世界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尊你不是去给我采摘比昂花了吗 看着突然出现的几人女帝 也是变得越发的疑惑起来 这明显跟之前夏淳回复的消息 完全不同 况且阿算师妹 也就算了为什么 还有其他女人也跟着回来了 师傅你可得想仔细了说 否则就算你是生死境界 也要加法伺候 表面冷血无情的女帝大魔头 被地里见了我 却是秒变饥饥渴并骄 说好的要一辈子尊师重道 如今却要和我入洞房 好巧不巧这一幕 还全都被萧巧巧二人看见 就在刚刚女帝为神算子 安排了更好的医生 直到此刻萧巧巧 才彻底松出一口气来 女帝陛下手下能人巧将 无数总比她自己要厉害多了 随即萧巧巧 就想要当面向女帝和夜神表示感谢 文言夏淳似乎意识到 什么也是突然好奇起来 另一边女帝此刻 正在对夜神加法伺候 尽管夜神实力远超女帝 可心虚之下只能默默承受 只见到的红绳死死地捆住了夜神 还不等他开口求饶 就连眼睛都被蒙上了红绳 很明显我这个大徒弟是真的生气了 想到这里夜神 也就只能随他高兴萧萧气了 可随着红绳的拉紧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师父说的事情太过巧合 我只能利用真言绳子来验证真假 只要把绳子链接到两人之间 一旦有人说出真话 另一方就会疼痛不止 随即不顾夜神的反对女帝 就已经开始问话 师父突然突破生死境界 跟萧巧巧有关系 文言想起两人的关系 夜神也是直接承认 可毫无反应的真言绳子 说明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想到这里女帝内心也多少有些安慰 可假的就是假的 我宁愿身上疼一些也不想听假话 话音未落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传遍夜神全身 感受着绳子的变化 夜神刚想解释 就被强行打断 师尊救援师妹 是在乎师妹多一点 还是在乎萧巧巧多一点 文言夜神却是突然紧紧抱住女帝 毕竟不管是神算子 还是萧巧巧 那都是他的独子独孙 他身为长辈 又怎么会牵扯儿女情长 于是就随口说出一个人名 可没感受到绳子传来的疼痛女帝 却把他说的当真 下意识 就以为夜神可能更在乎萧巧巧一点 随即不甘心地问道 师尊难道对萧巧巧产生了感情 文言情急之下的夜神立刻否认 下一秒女帝 就被绳子传来的疼痛折磨得 忍不住发出声音 顿时夜神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不小心说出真话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女帝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十分高兴 恍惚中夜神 似乎在故意逃避女帝的各种反应 就在这时女帝 再次趴在她的身上开口 师尊你想不想和叶尔路洞访 表面冷血无情的女帝大魔头 被地里见了我却是秒便饥渴病骄 说好的要一辈子尊师重道 如今却要和我入洞房 好巧不巧这一幕 还全都被萧巧巧二人看见 就在刚刚女帝突然向夜神表白 顿时夜神的大脑一片空白 整个人都变成了奇怪的形状 可女帝却不想这么简单 就放过夜神 直接骑到了夜神的身上 瞬间气血上涌夜神 更加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师父是烟不好看吗 谁料话音未落夜神 就立即表示不是的 突然一股电流传遍女帝全身 同时女帝也是忍不住叫出声来 听到这里夜神也是变得后悔起来 谁料女帝不但不怕疼法 还想要逼迫夜神继续说真话 说着还不忘用嘴咬夜神的耳朵 情急之下夜神也只能仓促闪躲 可紧接着女帝整个人再次贴了上来 似乎夜神今天必须要给出一个答案 眼看夜神不打算回答女帝 竟主动捏住了夜神的命脉 随即一片白雾突然出现 等烟尘散去里面 竟然只剩下一个替身 毕竟夜神实力远超女帝 想要逃跑她根本就拦不住 可尽管夜神成功逃跑内心 却还是久久无法平静 她身为师父 怎么可以对徒弟起了反应 另一边女帝倒也没有真的生气 要知道这次 她可是真真切切地抓住了师尊的命脉 此刻夜神来到冰凉的瀑布下 给身体降温 甚至早已万法不清的她 还默念起了清心咒 可每当想起徒弟的样子 她都忍不住气血翻腾 无奈早已经肉身成盛的夜神血气 这一切还是不能让她平静下来 夜二 你不是那个懂事的 让我心疼的小姑娘吗 明明曾经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却是最心软的啊 不争不抢吃穿用度 都是先让师弟师妹一步 宗门大乱世也是 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 你说过在这乱世里 只求宗门安好 指引我们是彼此的家人 可既然是家人 为什么非要和我 瞬间无数思绪 在夜神的脑海里相互出现 一时间 她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 面格一二了 就在这时身后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回头观察才发现 竟然是洛洛从天书里面出来了 万万没想到洛洛居然这么快 就再次重聚灵魂 这还多亏师父 及时把我放进天书滋养残魂呢 见状夜神 也立刻拿出蕴含邪佛力量的玉佩 想要转移话题 只可惜洛洛却不想放过她 您是不知道大师姐的心意 还是不喜欢她才故意回避 如果都不是的话 您看洛洛我怎么样 说完 还不忘露出一个奸济得逞的笑容 她原本是冷血无情的女帝大魔头 如今见了我却是秒便饥渴病雕 刚刚跑出去的夜神 再次被女帝抓了回来一起沐浴 不料这一幕 却正好被萧桥桥二人发现 就在刚刚洛洛不顾夜神的反应 也学着女帝直接表白 虽然目前还是灵魂体 不过洛洛会的 可是一点也不比大师姐少啊 不料下一秒夜神 直接就是一记铁拳强行打断洛洛 又来恶作剧了 别以为你是灵魂体师父就管不了你 文言洛洛虽然有点委屈 却并没有真的生气 明明一样的行为 可夜神对待两人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师父你看待我的眼光 就是看待小孩子的眼光 可你看待大师姐的态度 明显已经把她当成了大人 听到这里夜神的内心 却再次慌乱起来 她在心里 一直都是把女帝 当成最重视的大弟子的 就在这时女帝 也终于找了过来 您刚刚在跟谁说话 真的是让我好找 说着还不等夜神多做反应 就直接拉住了她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影响她根本来不及思考 只可惜最后说出来 就连她自己也觉得有些骑虎难下 然而女帝却突然笑出声来 师父你又在琢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瞬间夜神就被眼前的景象看待了 直到女帝不再说话 她才意识到不对劲 围过神来 她才开口说道 全天下只有你会因为我的天马 行空笑出来了 文言女帝也是立刻建议 她可以休息一下了 本以为善解人意的烟 回来了可说好的休息 竟然是一起沐浴洗走 但是夜神始终是顾忌 两人的身份不想下去 不料天书里面的落落突然发力 看着面前楚楚可怜的女帝 她再也压不住内心的欲望之火 却不料这一幕正好被萧巧巧二人发现 夏淳下意识的就想要站出来阻止 多亏眼疾手快的萧巧巧及时拦住了她 可两人毕竟还没结婚 怎么可以白日宣迎 文言萧巧巧这才意识到 夏淳不只是一位将军更是一个女孩 于是她也立刻站起身不再阻止夏淳 谁料女帝不知怎么突然就弯腰了 大惊之下下意识就要开口阻止两人的行为 就这样她又被不明所以的夏淳给拦了下来 说好的怜香西域怎么突然就真枪实弹起来了 要知道她在外云游多年可不只是算卦先生 据她观察大量梁家女子因为房事不慎落下病灯 更别说师祖身为太阳圣体主打的 就是力大专费一个不小心陛下包受伤的 这还没说她可能还有其他特殊品 所以说他们为了陛下的身体健康 必须阻止意外发生 随即两人也不再犹豫直接翻窗进屋 也不管前方有人没人立刻大喊棍下留人 可奇怪的是刚才还在的两人此刻居然消失了 殊不知察觉两人进来夜神直接隐身 可就在女帝想要继续的时候 才发现面前只是一具人偶 真正的夜神早已经提起裤子疯狂逃命去了 不知不觉带着洛洛两人已经来到宗门广场 我算是白养你了在浴池里面 你居然还敢推我 谁料洛洛却丝毫不慌两手一滩开口 要不是我师父想要碰到大师姐都猴年马月了 瞬间背对到无话可说的夜神只能表示大人的是小孩别管 文言洛洛却还是不服刚想反驳就发生意外 此刻宗门广场上两个身负重伤的女孩正在求救 另一边白小和也瞬间就认出了夜神的身份 前辈求求你快救救我师姐吧 文言夜神也是立刻想起二人百花派的身份 没想到二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追兵的毒手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路边随手捡来的小女孩居然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注定 夜神看着身负重伤的两姐妹也有些疑惑起来 好了我已经用天书为她滋补你也不用担心了 文言白小和也是立刻发自内心的感谢起来 不料还不等她说完身上的衣服就突然被暴力撕开 刚才我就感觉到你们身上有股诡异的气息 这些咒印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着语气也是越发严肃起来 好在白小和倒也没有打算隐瞒 随即她自己直接扒开衣服露出了更多的咒印 而随着咒印的出现夜神也瞬间想起一百多年前的自己 这咒印也正是被她亲手灭门的血河教圣印 你们是自愿接受的血河咒印吗 听到这里生怕夜神误会白小和也是立刻开始解释 可偏偏血河教跟她的无极宗就是生死大敌 就算两人不是血河教的人 她也必须要打探清楚其他细节 好在白小和也自知他们行迹可疑 于是只好把他们这一次的真实目的告诉夜神 当初之所以被无极宗追杀 就是因为找到一株神级草药 多亏夜神及时出现才让他们幸免于难 谁知随后我们在一处村庄再次遇见血河教 大量的村民正在被他们逼迫接受血河咒印 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二人却遭到血河教的报复 尽管他们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成功逃跑 可到了夜黑风高的月圆之夜 才发现他们已经被刻上了咒印 如今重回无极宗 也只是想借助女帝的威名震慑血河教的追兵 想到百花派的确路途遥远夜神也没在怀疑 可确定了血河咒印 就连他也不由得头疼起来 普通人身负咒印的下场 不是被吸干就是成为禁乱 要想解开咒印 只能杀死施法者才行 很明显白小河也十分清楚 咒印的威力随即抓住夜神就要开始交代后事 等我们死后 还请前辈把我们的尸骨带回宗门落叶归根 文言夜神也不再停留带着洛洛直接离开 只是前进的方向 却是宗门外围明显是要去解决施法者 说到底血河教也是他一百年前留下的烂摊子 如今他已经肉身成圣 也是时候彻底解决血河老祖了 可奇怪的是他明明记得当年他已经杀死了血河老祖 好在洛洛却依旧十分冷静 毕竟他自己五行被毁六道 被迫也依然活着 更不要说修真之人 那个没有一些压箱底的保命招数 当物之急不是鲁莽地冲上去 是要找大师姐商量一下对策 缓过神来夜神 也觉得的确该问问女帝的意见 在无极中的地盘 想来大师姐也早就发现血河教的人 要知道他一向都是极恶如仇 如今应该已经在等世尊了 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夜神来到女帝请宫 可还不等他敲门面前的大门 就被一股气浪冲开 等烟尘散去 他更是被眼前的阴幕给惊呆了 谁能想到堂堂女帝 居然也会穿上围裙自己做饭 然而女帝本人却十分自然地开口 洗完澡正好有些饿了 我还特意做了师尊喜欢的肩胆 说起来曾经就算附身下唇 他也没有亲自找我 想来当时 他就已经发现了血河教的踪迹 眼看夜神也不说话女帝 也立刻意识到什么立刻说道 一二都知道 这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在向男人拜师学医的第一天 自己竟然直接被黑衣人 从身后死死缠住 还不等他开口求饶 黑衣人直接发动血和咒印 原来自从男人闭关后 女孩每天都在等他 多希望夜神能够回心转意 放弃闭关 明明以后都是好日子了 说着越发伤心的女孩 忍不住流下眼泪 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走 偏偏要把一二一个人留在外面 殊不知这一切 竟然都被人偷偷看了下来 眼看女帝彻底放松警惕血河老祖 也不再犹豫立刻施法 死死捆绑住女帝 没想到血和老祖 不但没死还想给女帝 打上咒印做她的竞乱 好在这骷髅头 虽然诡异 但是气息稳朵 就在我想要打破她的时候 血和老祖突然跑了 文言夜神下意识觉得 这可能是他们的宗教圣物 可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情报 他不可能漏掉 结合现如今无极中境内的血和咒印 很明显血和老祖 也还没有恢复全部实力 毕竟生死大仇的徒弟 他理应杀之而后快 可结果却是他想给你打上血和咒印 而血和咒印 本就是为他凝聚灵气 加快修炼所用 想来他也想在暗处偷偷发育 才故意放出大量传教士传教客印 文言女帝却突然有些疑惑起来 最近探子来报说血和老祖 正在北方招兵买马 似乎快要突破生死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无辜百姓 遭遇恨破惨死当场 我曾经亲眼确认过 就是血和咒印没错 当初我也想办法试图欺骗那帮传教士 可惜他们的手段实在诡异 不但看穿我的计划 甚至还要更加残忍地虐待普通民众 见状看着越来越自责的耶尔 他也是忍不住安慰起来 耶尔的苦痛我知道了 毕竟我都没能杀死血和老祖 如今他藏起来天下就没人能找到他了 一旦你对那些传教士动手 必定会引发群众的恐慌反而更不好了 文言耶尔也是 瞬间恢复理智一脸感激地看向夜神 也只有在师尊面前 他才可以放下伪装 就在这时夜神看向耶尔突然开口 这一次我定会手刃血和老祖 听到这里女帝也是彻底放松下来 毕竟在他看来师尊就是无所不能的 随即不等夜神多做反应 直接抱住了他 不料夜神突然再次说话 要不是百花姐妹 你还打算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殊不知刚还好好的女帝 听见百花姐妹直接脸黑 刹那间一股恐怖的阴暗的气息弥漫四周 师尊你难道不是在普通百姓身上 发现了血和骤印吗 百花姐妹是当年那个经常来帮助我们的白衣女子吗 见状夜神也是被吓到冷汗直冒 磕磕巴巴的解释起来 不是若曦本人是她的弟子 不要听到这里女帝直接化身美肚杀大声质问 直接略过姓氏不喊看样子 你们关系很不错吗 文言惊慌失措的夜神立刻说道 就是一起打过架的交情 我发誓这次出关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文言女帝也是有些怀疑的看向夜神 好吧 我就再相信师尊一次 但是以后也不能瞒着我 说完两人这才重新坐下继续讨论血和老祖 果然不出意外女帝 其实在背地里早有准备 于是直接贴近夜神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一个不知名洞穴里 一个传教士正在给血和老祖汇报工作 只可惜话还没说完脑袋就先掉了下来 你帮我进入无极宗后 我已经把你当成是同盟了 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偏要动刀动枪呢 只可惜回应她的却只有一阵沉默 这个人组女帝怎么也没想到 就在她一统天下渡劫飞升的时候 却突然遭到采花大盗的偷袭 还不等她开口求饶就被打上了血和咒印 就在刚刚面对神秘人的突然杀人 血和老祖也是有些不满 直接化身鬼剑仇 然而神秘人对此却并不关心淡漠开口 我是来做买卖的 原来血和老祖已经收到消息 女帝将要祭天 天地之际上以鬼神之力反补自身 稍有差池便会遭到反噬 不但破镜失败 还会引来生死到消的下场 看来她是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如今大局已定止欠东风 正好让我们为女帝助助性 不料神秘人轻蔑一笑突然表示反对 闻言尽管血和老祖没有反驳 却还是面露不悦 女帝忌天过程中遭遇反噬 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不料神秘人指了指脑袋也不再解释 直到此时血和老祖才意识到 这里面的巨大陷阱 女帝明知有人捣乱 却依然放出消息 明显是根本不怕血和老祖前去捣乱 想到这里血和老祖瞬间变得兴奋起来 只要趁机刻下血和骤印 他就能掌控整个无极东 谁料正在说话的血和老祖 忽然被一道剑光打断 抬头看去却只发现神秘人正在缓慢收刀 剑人给你好脸你不要 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此时大敌当前血和老祖 只能暂时压下心中怒 随即凭借神秘人的卷轴 两人竟然直接出现在无极东 与此同时无极东的隐藏陷阱 也被两人瞬间发现 而另一边女帝 叶儿准备好了吗 要知道在女帝心中夜神 可是无所不能的 只要有夜神在 她也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人捣乱 反而还隐隐有些期待起来 她明明是拯救世界的魔道女帝 如今却被人强行控制心神 就在刚刚女帝开始突破生死境界 却被人暗中偷袭 天帝祭祀大典上 百姓诵读天帝既闻保佑女帝 可只有血和老祖知道女帝 不过是仓促祭祀 只要等到女帝突破的瞬间 她就一定可以强行刻下血和骤印 本以为女帝还有其他准备 如今看来倒是我多虑了 说着立刻拿出骷髅头开始施法 下一秒无数血色鬼手抓向女帝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 本就刚刚突破的女帝 瞬间失去意识 随即一股生死境界的 强大气势爆发而出 顾名所以的众人下意识 就以为突破成功 可等烟尘散去女帝 却依旧没能恢复理智 还不等众人多做反应她的身上 瞬间被血和骤印覆盖 眼看时机成熟 血和老祖也现出身来 要知道多年来 她每一天都在幻想得到女帝 竹丁也是终于成功 见状其他人却是瞬间爆末 血和老贼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却不料不知不觉间 所有人都被血和骤印侵蚀 而等此刻都该称呼我为血和老祖 在她的控制下女帝 也将目光锁定中 可还不等继续行动女帝 竟然直接摔倒失去气息 行行生死境界的大佬 怎么可能摔死 然而女帝身上的生机 却还是在迅速消散 就在她疑惑发生什么的时候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来不及躲避的血和老祖 整个人都被打飞出去 直到此时 她才意识到事情出现意外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出现的人 竟然是已经死去的夜神 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女帝竟然又重新复活了过来 有师尊守护自然是平安顺遂 只是可惜了那句超级人 见状血和老祖也是固有的 被吓到冷汗直冒 夜神不但没死 居然还成功突破到了生死境界 血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贪婪自负 表面散布大军压境的虚假消息 实则偷偷潜入宗门内部 多亏一儿将即救济 才成功骗你现身 如果你今天不出现 结果还真不好说 如今就算是你胜券在握 你也依旧要死 文言血和老祖却是不以为然 百年前他能逃跑 今天也依然能 更别说如今他的实力 早已经突飞猛进 凭借骷髅头这件圣物 他自信可以击败夜神 话音未落一道见光 出现披向女帝 好在夜神及时发现 成功挡住这次偷袭 可回头看清来人样貌女帝 却是越发疑惑 却因来人正是他的二师妹 天下第一杀手鬼影修罗 他明明是拯救世界的魔道女帝 如今却被人强行控制心神失去意识 就在刚刚面对鬼影修罗的偷袭夜神 也只能仓促格挡防御 直到看清来人样貌夜神 却是越发疑惑起来 只有女帝似乎意识到什么立刻开口 可还不等他说完修罗 已经对他发起第二次攻击 根本来不及反应的女帝 瞬间就被击飞出去 师姐骗自己有意思吗 就在这次四周 突然被一股恐怖的气息笼罩 而这一切的来源 也正是已经发怒的夜神 刹那间剧烈爆炸 引起的烟尘弥漫四周 等烟尘散去夜神 竟然凭借手指 就瞬间压制修罗 同门师尊行如一家 修罗 你不该对你师姐动手 文言连忙后撤的同时 修罗也不由地感叹道 真的太像了 如此看来拿来是刀倒是正好 说完不顾女帝的阻止 再次向夜神发动攻击 剑撞女帝 也不再犹豫立刻解释起来 你为何不相信 眼前这人就是师尊了 可惜回应她的 却是修罗再次闪现过来的 无情身影 可万万没想到 女帝竟然不闪不避 直接被砍成两半 直到再次看见夜神的身影 修罗这才松出一股气来 庆幸女帝没死的同时 却不得不佩服夜神 的确很强 修罗你刚才摆脱我的攻击 全凭那个疑心幻影 这还是我当年给你的东西 我只问你 你确定要与我为敌吗 顿时一股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开始在修罗的意识里蔓延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刻开口 你不是我师尊 可还不等她说完夜神 再次闪现到她的身边 那我只好再收你一次了 文言尽管知道师尊心软女帝 也还是忍不住担心师妹的安危 也许当年我真的不该放师妹离开 师尊还没死只是闭关而已 而在这刀光剑影中 修罗却根本不相信女帝的解释 你说谎我已经知道了 杀害师尊的幕后黑手 随即霸天神尊的名字 被修罗喊了出来 与此同时夜神两人 也终于分出胜负 然而还不等夜神继续追击女帝 就站在两人中间拦下夜神 师尊耶尔求求你了 暂且放过师妹吧 谁料这时一缕红光 突然在她的眼神里出现 紧接着无数道红色骤印 覆盖住女帝的身体 正是还没死透的雪和老祖 再次暗中偷袭 女帝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叫跌了叫跌了 眼看女帝所有修为 都被血和老祖吸收 血和老祖的修为 竟然突破到了生死近三层 谁料她引以为傲的气灵 竟然直接化为飞灰 就在刚刚因为血和老祖 引动血和骤印 导致全城的百姓 都瞬间感染上血和骤印 而作为要影子的女帝 更是瞬间失去所有修为 见状夜神也不再犹豫 立刻向血和老祖发动攻击 却不料修罗却比她还要快一步 刹那间一道金色剑光 狠狠劈向血和老祖 顺序错了 你不该这么早引动血和骤印 可回应她的 却是一记势大力尘的上钩拳 情急之下修罗 也只能仓促防御 尽管此时血和老祖脑袋 都被砍了下来 但却依然活着 如今血和骤印 已经完成了也是不死之身了 顺序先后已经不重要了 就连你也不过手的囊中之物 可还不等她把话说完 整个人就被夜神 直接一脚踢飞 然而尽管威力很大 血和老祖 却依然是毫发无伤 如今越来越多的骤印之力 汇聚起来 在气灵的加持下 血和骤印已经蜕变成气灵印 这世间已经没有 比她还要高级的气灵存在了 文言夜神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原来是玩气灵了 见状血和老祖 却是越发疑惑起来 为什么血和骤印 无法影响夜神 然而夜神对此 却根本不打算解释 随着一道 想指天书气灵 立刻出现在天空之上 下一秒血和老祖 连人带气灵 直接被震惊到说不出话 紧接着原本散发 无穷邪恶气息的骷髅头 瞬间吸火 上一秒还活灵活现 大杀四方下一秒 直接变成同白 与此同时 所有人身上的血和骤印 都瞬间消散 仅仅一句话 就让气灵停止施法 尽管亲眼目睹 这诡异一目 可血和老祖还是不敢相信 血和这么多年 你似乎一直很想与我叙旧 谁料血和老祖 直接原地爆炸 瞬间化成一片血雾 你还是老样子说 你两句就吓得自暴 施展血顿之法 对此早有预料的夜神 却丝毫不慌 法师盯上了修罗 看在你危机时刻 替你师姐出手 这一次我暂且饶过你 给你三天处理后事 再来宗门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文言这一次修罗 也没有在怀疑他的身份 下一秒 整个人直接消失 前去追踪血和愚蠢